MING PAO CANADA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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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 今天我們一起練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 是關於這個機械人 大家可能現在去一些餐廳 都會看到一些機械人送餐 現在這個新聞 它是說 由退到料理 到送餐都是機械人做的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新聞 是說什麼的 川崎重工是 労働力不足的深刻化 背景的餐廳和病院 配膳和護膜 擁有機械人 在這個餐廳中的実証 結果 今年中的實用化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從料理攀煮到配餐 全部都由機械人服務的餐廳 川崎重工 在煮食物開始 到餐點配送為止 全部都由機械人去擔任的餐廳開網 有三種菜單 咖喱 意大利麵等等 由智能手機接收訂單後 大概10分鐘左右 就可以提供到餐點了 川崎重工在勞工不足的前提下 開發可以為餐廳和醫院做餐點提供的機械人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有多不多去到一些無人餐廳 是不是不可以叫無人餐廳 應該說有一些機械人送餐的餐廳 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可能都是一個比較新的科技 暫時都不太習慣 譬如最不習慣就是現在有很多餐廳 是用這個APP去點餐的 但其實你按得來 最後都是會叫適應過來 叫你幫我們下單 是會快很多的 這些高科技 可能都是要少少時間適應的 但是長遠來說 如果有機械人的幫忙 那也是可以解決到 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對這個機械人 對於未來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還有分享出去 我們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